大家好,歡迎來到ICS Talk第六集,我是總編輯PC 今天的標題是《英語學習的創世紀》 《創世紀》是聖經的第一卷,Genesis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談一談英語的奇蒙 我們參照Reading A to Z的Level AA來說明 Level AA的目標對象是完全零基礎的人 裡面都是很基礎的單字 可是不是我們想像的這麼簡單 因為有不少簡單的單字 像我們這種學習英語十年以上的老人也無法理解 我們來看第一個例子 有家長問,the airplane是不是發音錯了? 不是the airplane嗎?難道它不是母語人士嗎? 事實上,全部49篇,392個單字 從大人到小孩都是母語人士,而且都是美國人 他們the,發音全部都是the 因為如果是v,意思是獨一無二,絕無僅有 the airplane,是上獨一無二的飛機 我們來看1992年的電影 神鬼尖兵的其中一段 神鬼尖兵找到一個解碼器 a code breaker 老大勞勃瑞夫說 No, it's the code breaker 是學校交錯了嗎?學校並沒有錯 如果是普通的一般對話 the後面接母音開頭的字 發音v會比較順口 當然the也可以的 Let's go to the ocean 跟 Let's go to the ocean 都有人說 接下來我們來看單字 我們來看garden 花圓這個字 但是越看越不對了 怎麼garden到後來變菜圓了呢? the garden the garden 在美國,不管在家裡的院子裡種了多少的花 都叫做yard,不叫做garden 英國人才說自己家的院子是garden garden聽在美國人的耳裡 如果不是菜圓 那就是一座規模很大的花園 在level AA 類似這樣的單字非常多 這些概念的建立都是在剛開始學英語的時候 所以我們稱它為英語學習的起初 也就是聖經的第一卷 創世紀 Genesis 我們在PPT檔案裡面 除了中文翻譯 對這樣特殊的單字都有詳細的說明 我們的孩子如果錯過 下次再遇到可能是10年以後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的建議 無論程度如何都從最基礎開始打底 level AA之後 我們還會推出level A和level B 總共198篇 這198篇就是英語的啟蒙 我們英語學習的創世紀 然後就可以開始正式進入繪本 那為何要用PowerPoint檔案呢? 這是有很深的用意 語言是一種聲音 聲音代表一種圖像或者是感覺 我們學英語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聲音和圖像和感覺連結在一起 如果一開始就接觸文字 會影響到我們聽力和英語語感的培養 內容裡的文字是用來給大人參考的 用來教小孩子 小孩子到了level 3以後就可以自己學習 但是在level 2以下還是需要家長跟老師的輔導 好的,我們來看第49篇 The Build 我們一起來打造英語的基礎 然後就結束今天的ICS Talk we build we draw we draw we draw we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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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 sand we sand we sand we hammer we hammer we hammer we drill we drill we drill we pa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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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g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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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ng ICS Talk 我們下一期再見